大家好,我們是顧雨晶星 關於我們的影片大綱 女主角何雨昕是一位樂觀開朗的小女孩 她喜歡每天分享所發生的大小事 但從那天開始都不和 家庭的不平靜,她變得不愛說話 比起一群人更喜歡一個人待在房間裡 在當中,雨昕卻誤以為因為玩了藍金遊戲很好 而殊不知,藍金遊戲漸漸深入無息的心理 影片動機,近年來青少年自殺比率逐漸提高 導致自殺的主要原因分為兩種 一種為課業壓力,另一種則為家庭 而我們選擇家庭,家庭是我們最早接觸的 也是最常接觸的 很多時候,父母會因為工作而忽略了孩子真正的感受 在劇情中,最主要講述粉金遊戲的理念 傳達愛與和平 再透過我們的影片 使社會大眾更加注意孩子們在成長時的心理狀態 影片裡面 經俄羅斯官方統計 在2014-30的青少年因藍金遊戲而產生青生的念頭 目前也已有133名青少年因接觸藍金遊戲而青生 隨著藍金春敗人被改變 原以為會消停的藍金遊戲卻依然持續在過程中 你知道藍金遊戲嗎? 或者你知道粉金遊戲嗎? 當你周遭出現一群人以為藍金遊戲而受到死 自殺時 你能夠冷靜面對 來得及防範嗎? 影片特色 這段使用了穿插的畫面 快速的轉場 讓整體有緊張激出的手法 色調的部分也使用了溫暖腳體 讓各個畫面的特色都表現出來 呈現不一樣的視覺效果 在拍攝的過程中 我們所使用的器材有 Canel 20D Canel 700D Canel 650D 發揮 交假 黃光粉 收音器 記得去 為什麼應該給彼此一點空間啊? 你還不照顧我 convention 你這是什麼事? 你那背後 一定是想要安全讓我過好的日子 為什麼你在不理解我? 為什麼你在不理解我? 雨希 你到底在幹什麼? 快 把刀給我 你刀什麼啊? 我看一下 有沒有解決方法 在奥罗斯这个游戏被称为蓝金死亡游戏 还有4点20分造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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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